大家好,我是阿聚 上一期结尾,委员先生带着小舅书房的编辑来到村刚家 对方希望由他们来出版花子的作品 本以为《红发安妮》可以顺利出版了 可在那之后不久,花子翻译的《红发安妮》被退了回来 出版社考虑到原作者在日本的知名度太低 暂时不想冒险出版这本书 听到对方这一决定后花子有些失落 但在英智的鼓励下他又振作起精神 同一天,花子接到黑泽先生的电话 对方邀请他重回JOAK做广播 但花子想到莲子之前对他说的那些话 他心里充满了负罪感 没办法在心安理得的去做博音的工作 之后,家里的物资渐渐变得多了起来 嘉代决定在黑市重开一家店 这一决定得到了花子和小涛的支持 他们都对嘉代的坚强佩服不已 当天,提胡来到花子家打听吉太郎的消息 两人上次在黑市见面的时候 吉太郎说话的语气让提胡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怕吉太郎会做啥事 所以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 听了提胡的猜测 姐妹三人也很担心 但自从上次见面之后 吉太郎的去向一直是个谜 之后,花子突然接到潮室从贾府打来的电话 说是他们的父亲吉平晕倒了 情况不是很乐观 姐妹三人立刻启程回了贾府 同时,英智也在想办法通知吉太郎 一路忧心忡忡地回到家 姐妹三人看到好生生的吉平松了一口气 她还能精神十足地跟大家打招呼 看来情况比他们想的要好很多 但之后,潮室却偷偷告诉花子 说吉平只是看起来很有精神 但医生说过,让他不要太勉强 花子刚放下的心,顿时又提了起来 随后大家一起享用着难得的大餐 看着女儿们都围坐在身边 父侍感到欣慰的同时 不由得又念叨起吉太郎 姐妹三人听后,表情都变得有些沉重 吉平健壮便问花子 是否发生了什么事 花子否认说吉太郎一切都好 夹带和小桃也帮忙转移二老的注意力 但夫妇俩看到他们这样更加担心 小桃这时看到屋里有一台收音机 顿时觉得很是惊讶 吉平笑说是买来给富士听小调用的 其实是吉平想着花子会不会再做广播 这才买了这台收音机 吉平夫妇很希望能再听到花子的广播 在夹带告诉他们花子又收到广播剧的邀请后 两个老人都特别激动 急忙问花子什么时候播音 播什么内容 正在花子犹豫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风尘仆仆的吉太郎出现在门口 屋里的众人看到他喜出望外 时隔多年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大家高兴之余也都很感慨 一大家子正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聊天 潮氏妈妈突然冲进屋里 想要邀请富士去看他们最喜欢的明星演出 却一眼就看到多年未见的吉太郎 他拉着吉太郎的手感叹道 大家听后顿时失笑 富士听到潮氏妈妈的来意后 虽然心里也很激动 但看到儿女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便拒绝了潮氏妈妈的邀请 潮氏妈妈只好一个人开开心心地走了 夜里见大家都睡着了 吉平悄悄起身来到外屋 和吉太郎促膝长谈起来 父子俩难得坐下来 心平气和的谈心 吉太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事 他告诉吉平 他发现自己曾经坚信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他离家这么多年做的事情也都毫无意义 吉平听后问了吉太郎一个问题 吉太郎 我确告诉他 吉平的话让吉太郎痛哭出声 两人间的隔阂至此 才真正烟消云散了 没睡着的花子听完两人的对话 不知不觉间也是泪流满面 不过他更多的是为他们感到高兴 第二天一早 吉太郎告诉大家 他决定今后要留在家里 跟吉平学习酿造葡萄酒 吉平夫妇对此很是开心 家里的事情告一段落 花子便决定一个人提前回东京 临行前 潮氏来到花子家告别 两人谈起 吉平希望花子再去做广播节目的事情 花子一时间情绪有些低迷 以潮氏对花子的了解 他知道花子这样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在他的追问下 花子只好将自己的负罪感说了出来 潮氏听后没有劝花子看开 反而说他自己也和花子一样 他作为老师 也很对不起当初的那群学生 他直接告诉花子 潮氏劝花子将那些之前不能说的话都说出来 也有很多孩子在期待他的那一句贵案 听到他们对话的吉太郎 此时也尽无鼓励花子 继续去做波音阿姨的工作 家人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似乎又换回了花子的勇气 花子从贾府回到东京后 给黑泽先生打电话 接受了他的邀请 而在他离开之后 贾府老家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 这天 吉太郎掺着父亲刚回到家 富士就一脸喜色的迎了出来 他告诉吉太郎 屋里有人在等他 说着就一把推开屋门 啼湖的身影顿时暴露在吉太郎眼前 吉太郎很好奇 啼湖怎么会到家里来 当着男方父母的面求婚 啼湖的勇气当真可嘉 但吉太郎似乎不是很高兴 因为重要的话都被啼湖抢先说了 他作为男子汉有失颜面 贾易数落了啼湖两句后 吉太郎转身对着父母郑重说道 这下两人终于要修成正果了 双方刚确定完彼此的心意 门口就传来朝市妈妈的声音 朝市妈妈说完就借口有事走了 吉平见此不由的说 这下全村人都要知道了 不过这样的喜事传出去 大家一起热闹热闹似乎也挺好 吉太郎一家 并没有任何意见 这一年新年一时 花子时隔五年再一次做广播 当年听他广播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 如今再听到那句贵安 在家带小吃店吃东西的学生 也不由的感慨出声 正巧雨田穿满带也在旁边吃东西 如今的他看起来 再也不见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 听到广播里花子的声音 他讽刺道 看来不管世道如何改变 雨田穿的性格也是不会改变的 在节目当中 花子提到是他推心致富的朋友 给他做翻译的勇气 另一边的莲子在听到这句话时 终于有了不一样的反应 他轻轻地叫了一声 被在一旁看书的龙衣听在耳里 这边 主持人继续问花子 最开始教他英语的 是不是修和女校的老师们 花子说 最开始教他英语的 其实是他的父亲 接着 花子给大家讲述起了 在他小时候 吉平送他上学的事 此时在贾府老家 吉平也强撑着身体 在听花子的广播 听到花子说起自己来 他既欣慰又骄傲 然后 伴随着花子温柔的诉说 慢慢闭上眼睛 停止了呼吸 为了送别操劳一声的父亲 在外的女儿们又回到了贾府 小五也带来了德丸家的问候 还转达了德丸地主的话 吉平生前虽然一直和德丸地主吵嘴 但他们两人的情谊 大家一直看在眼里 葬礼结束后 傅氏独自坐在院子里 抚摸着那把吉平年轻时 送他的书子 花子给他披上毛毯 在一旁陪着他说起话来 花子想让傅氏 随他去东京住 但傅氏拒绝了花子的提议 他说他现在已经没有了想做的事情 只想留在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家里 这里有着一家老小 共同生活的回忆 花子没有强求他理解妈妈的心思 花子见傅氏恋恋不舍地 把弄着那把书子 便从他手里拿了过来 给他别在了发间 然后对傅氏说 就像吉平年轻时 对傅氏说的那样 傅氏的眼神不禁随着这句话 变得悠远 另一边 自从失去纯平后 莲子已经流干了眼泪 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来 龙依从黑市买回一包砂糖 还有一塔写短歌的纸 他希望莲子继续写短歌 但莲子只是摇了摇头 便又看着院子里 落了满地的红花出身 自从父亲去世后 花子一家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 这天 英智拿出一本书送给花子 这本书名字叫做少女安妮 是红发安妮的续作 英智托委员先生 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 花子有些忍不住 想读一读 但想到还未出版的红发安妮 他决定 等完成与斯科特老师的约定后 再来打开这本续作 在那之前 他希望这本书 由英智来保管 花子始终没有放弃 要出版红发安妮 不停地在找出版社投稿 这天 花子在又一次碰壁后 来到家带的小店 正好碰到警察 在追捕镇上的孤儿 有两个小女孩 正好跑到家带的摊位 抱着家带的腿 请求家带救救他们 面对警察的询问 家带和花子十分紧张 但还是帮那两个孩子 蒙混了过去 这次和孤儿们的相遇 会成为家带人生中 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家带在救下那两个孤儿之后 还有心要收养他们 小桃和花子 想要劝他 打消这个念头 不光是因为他自己 现在只能勉强糊口 要是再带上两个孩子 他会变得更加辛苦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作为监护人 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但家带告诉两人 这两个女孩 要是被警察抓住 会被送到收容所 整天被关在小黑屋里 也分不到什么像样的食物 他实在不忍心 赶他们走 而且 对于今后的生活中的艰辛 他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听了家带的话 花子觉得 他就像红发安妮中的玛丽拉 那个收养了孤儿安妮 并将她抚养长大的角色 家带的态度如此坚决 花子和小桃也不再劝他 两人还表示 今后会多多帮忙 花子回到家后 将家带决定收养这两个女孩的消息 告诉了英智和梅里 妇女俩听到这个结果 都很高兴 公本龙一这时 来到花子家 想要请花子去看看莲子 莲子一直无法接受 纯平已死的事实 即便是已经收到了 纯平的骨灰 他一直闷闷不乐的 连创作短歌的力气 也没有了 事到如今 公本龙一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好来找花子求助 因为精神恍惚的莲子 只恢复过一次情感 就是从收音机里 听到花子声音的时候 所以也只有花子 能让莲子重新振作 公本龙一走后 英智也劝花子 去看看莲子 只有同样经历 丧子之痛的花子 能帮助他 主动迈过那道坎 花子自己其实也很担心 昔日的好友 但他内心实在有些 害怕面对莲子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花子还是又一次 来到了公本家 在门口 他不由地想起了上次的经历 但他并没有临阵退缩 顿了顿之后 就敲开了公本家的大门 再次见到花子的莲子 态度不再像上次那样冷硬 对于花子 想要祭拜纯平的请求 也应允了 花子拜完纯平 便见莲子拿起骨灰盒 摇来摇去 还是不相信 那里面 就是她的纯平 花子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只好先为自己的过错道歉 她告诉莲子 自己已经意识到了 当初那些新闻 给孩子们带来的不良影响 她为此深感自责 也无言再来见莲子 莲子打断了花子不停地道歉 说她自己同样 也被时代的浪潮所吞噬了 是她没能保护好纯平 还笑容满面地送她 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莲子如今已经没有了怪罪花子的想法 她现在心里装满了自责和内疚 说着说着 莲子就痛哭出声 花子只好抱着她 任由她发泄出来 就像当初她失去小步的时候 莲子默默地抱着她那样 狠狠发泄了一通之后 莲子的状态已经有了豪转的迹象 她也终于意识到 纯平不会希望看到她一直这样 花子回去后 一个人待在书房想了很久 最后她有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那便是请莲子通过收音机 对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们 诉说她内心的悲痛 让那些母亲们能够从中获取力量 花子的想法得到了英智的支持 黑泽先生那边也顺利通过了 于是莲子在花子的鼓励下 到JOAK做了第一次广播演讲 这篇演讲叫做《关于和平的宝贵性》 莲子以自己丧子的切身体会 发出面向所有母亲的呼吁 做完这段演讲之后 莲子似乎也获得了更多的力量 她的脸上重新出现了笑容 再次在跟花子告别时 说贵安 也重新提起了写短歌的笔 看到焕发新生的莲子 公本隆一忍不住喜极而泣 在那之后 为了不糟蹋书本 存刚家在院子里 开启了一间全日本最小的儿童图书馆 让周围的孩子们都能戒读家里的书本 花子他们把这间图书馆命名为小布图书馆 馆长是已经18岁的美丽 而英智则担任副馆长 当天下午的时候 门仓社长和小泉前来拜访花子 询问他有没有新作品可以出版 花子再次拿出了那本《红发安妮》 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 花子四处奔波 寻找着能够接受这本书的出版社 但直到现在也没能找到 小旧书房当初也拒绝了这本书 但门仓社长此次看到他 脑子里似乎没有任何印象 面对小泉和花子的极力推荐 他问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 原来他当时没有看就拒绝了这本书 因为当时公司没那么多资本 去冒险投资一部 做着没什么名气的书 而在他看来 这本书的主题也很平凡 站在屋外偷听的梅里 听到他的话 顿时就生气的冲进屋里 大骂门仓社长过分且无力 花子赶紧责令梅里 向门仓社长道歉 门仓社长自知理亏 没有为梅里的唐突感到不悦 反而心虚的表示 自己马上就读这部作品 这个故事太过精彩 门仓社长读起来就停不下来了 直到深夜 花子一家到来 梅里趁机为下午乱发火的事情 向门仓社长真诚道歉 门仓社长却觉得 这没什么不好的 还说他就像主人公安妮雪莉一样 门仓社长读完原稿后很是激动 当下就决定 马上要出版这本书 火急火燎的就离开了花子家 花子一时间反应还跟不上来 之后 花子急忙对翻译稿进行润色 润完色后 还需解决书名的问题 这本书的取名经历了一些波折 原作品名直译过来 是绿山墙的安妮 但花子觉得日本人不熟悉山墙这个词 便重新想了几个名字 在跟门仓社长和小泉讨论过之后 决定叫他已在窗旁的少女 花子将这个名字告诉家人后 英智和他的想法一样 也觉得这个名字浪漫而富有幻想力 梅里却评价他很老派 几人在讨论的时候 正巧门仓社长那边打来电话 提供了红发安妮一名 他和小泉都觉得这个名字挺好 花子却认为他过于直白 没有让人想象的空间 直接就否决了 但梅里听后觉得这个名字很棒 英智也劝花子考虑年轻人的品位 于是这本书的日文版 正式定名为红发安妮 这本书很快就印刷出来 英智和梅里知道 他对于花子的意义 都为他感到开心 时隔整整13年 花子终于完成了 与斯科特老师的约定 但斯科特老师再也看不到了 因为他在回到加拿大后 没几年就过世了 红发安妮在书店正式发售后的某天 宇田川满带气势汹汹的 出现在花子家门口 见到开门的花子 他将一本红发安妮取到花子面前 静止问道 花子看看书 又看看宇田川 实在摸不着头脑 原来宇田川之前 一度罢比了七年 那七年间他非常空虚 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但现在他觉得 自己又能写出东西了 他告诉花子 宇田川说完 起身就走 连拿来的书 也放在桌上忘记了 花子赶紧追了出去 宇田川已经走出去老远了 他听到花子的呼喊 他头也不回地喊道 多亏了花子 风风火火的宇田川满带 又回来了 红发安妮很快就成了畅销书 花子的亲人朋友们 纷纷在阅读这部作品 几乎他们所有的人 都从中汲取到了 自己需要的力量 这大概就是 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吧 之后 小秋书房举办了 红发安妮的出版庆祝会 在庆祝会开始之前 门仓社长迫不及待 要跟花子讨论续篇的事 原来他准备出版少女安妮 英智也在这个时候 将那本一直由他保管的 续集原著 交到了花子的手里 这份贺礼似乎送的不是时候 花子小姐可是著名的书吃 拿到心心念念的书 哪里肯放手 差点耽误了庆祝会上的演讲 轮到花子上台的时候 却到处都见不到她的人影 英智来到外面寻她 果然 见她正站在走廊上看书 花子见到英智还问她 英智哭笑不得 赶紧将她推进了大厅 花子在演讲时说道 对花子来说 红发安妮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在她看来 她就像书中的安妮 安妮身边的角色 也能对应她周围的人 要求严格却饱含深情的马瑞拉 就像她的校长布拉克巴恩老师 安妮推心致富的朋友戴安娜 就像她最好的朋友莲子和提胡 花子与这本书的相遇 是命运的安排 从她拿到这本书开始 她经历了人生中的很多次转折 关东大地震 爱子之死 战争 是这本书支撑着她 一路走过来 让她坚信 只要鼓起勇气迈步向前 在转角的前方 一定会出现美丽的景色 到这里 花子的故事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这是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日剧 剧中人物大多都有原型 通过花子的一生 详细刻画了明治 大政 昭和 三个时期的日本社会风貌 战乱年代的片段 让人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而当中最让我佩服的还是莲子 莲子的原型是 大政天皇表妹柳元白莲 她是一位非常有革命精神的人 什么天皇表妹贵族身份 什么豪门阔泰 万贯家财 都没有自由重要 她和丈夫反对战争 热爱和平 知道和平才是对孩子最好的 花子却在此处犯了错误 而蹄虎在参加随军记者回来后 也让他感受到了三观尽毁 由此可见 当时日军做了什么 吉太郎最后也反省了自己 他坚持的勋国主义毫无意义 好了 本剧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喜欢的点赞订阅吧 我们下部剧再见